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紫色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实战的阶段 从这个标准字开始 这一课呢 其实也是为我们下一课 这个标准色实战应用的 做一个铺垫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就假设一个命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麦子学院的现在的这个logo 然后我们就根据它这个logo呢 做一个麦子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有这个标志 然后也有标准字 将来我们会对这个标准色 进行一个配比 最后到它的综合起来 综合的一个使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模拟主题 设计一款麦子学院直播课程的一个logo 关键词麦子直播 设计要求突出学院特点 形象贴切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麦子学院 它的含义 咱们假设它是 就是说 你在一个有一个种子在萌芽阶段 然后你通过不断的学习 就像你接受阳光和雨 挫折 然后你成长 慢慢的你变得成熟 然后变得饱满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以后呢 你就去搜寻 按你的方法去搜寻一些图片 因为你脑袋里如果是一片空白的话 你是做不出来东西的 你要需要一些图片去刺激你的灵感 你去想象 通过这些图片呢 然后进行观察去想象 你可以百度 然后也可以360去找一些图片 然后麦子 然后老师找到了这样的一些图片 然后拙一的看过来 是它的一个成长过程 从最开始的这种淡绿色 然后慢慢到这种深绿色 到最后它变得这个金黄色 成熟的时候变得金黄色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将来在我们做这个 标准色应用的时候呢 我会参考这个颜色 去对它进行一个设定 这点课呢 我们设计不到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麦子的这样的形态 因为我们这点课是需要做一个 简单的logo的 然后以及它这个标准字 就是字体的一个变形 那么从这个logo开始入手的时候呢 然后我是打算一开始 做一个卡通形象的 但是我会后来我发现画的画功确实是不行 然后也没有这这种绘画的一个天赋 就简单在纸上画了这样的一个小种子 因为它又说是直播嘛 有直播 然后在这放了一个直播 那总觉得是觉得还是很别扭 然后这个方案呢 也就没采用 在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用这个正圆 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logo 它的一个特点 它的目的是使你这个线条更标准 因为圆嘛 它的这些线条是正圆 是比较标准的 然后切出来之后呢 也会比较好看 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方案呢 并没有采用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看到这的时候呢 我突然搜到这样一张图片 然后发现 它这种造型 然后就是 把这个 麦子的形态呢 都表现出来了 然后我要从中吸取它的一部分 一个想法 一些经验 然后开始对这个结构进行化 进行这个绘画 在这儿呢 老师已经画好了 在这儿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麦子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两层你也可以做 也可以再再粘贴 然后再去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三层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两层也就是可以表现出来了 要觉得不足的话 这个是随时可以调整 也是可以加的 两层就完全可以表现出来了 那么在这儿呢 画一个三角形 这个也很简单 直接在这儿 有一个多边形工具 然后你点一下 这边是设计几边的 三边 然后你可以拖动的 可以旋转 旋转以后呢 在这儿你也可以给它改成这个圆角 风格化 在这个效果里边的这个风格化 有一个圆角 你可以顺着它的半径 可以预览 随时可以预览 拖过来 放在这里 这是代表了一个 我们将来还可以继续的美化它 并不是说你这个结构有了 想然后想法呢 哪天有变化了 你就随随着你的想法去修改它 修改它到完善就可以了 这是代表了一个播放器的一个 开始键 这样的 然后这个标准字呢 我们在这个中天的时候 也有给大家讲过 说是你想做这个字体变形的时候呢 你你可以在这个字体本身呢 进行一个变化 也可以直接用钢笔工具去描 去临摹 首先呢 你选中一款字体 要变形的一种字体 选中以后呢 现在老师是把它锁在这儿 为了这个书写符的方面 然后我是把它锁在这儿 那这会儿你就是解锁 Ctrl-out加数字键2 就可以解锁 锁定它以后呢 Ctrl-加2 Ctrl-加2 然后它就被锁定了 锁定以后呢 你在这用钢笔工具画的时候呢 是比较方便的 一笔一笔去画出来 用钢笔工具画它的好处呢 就是 每一笔都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画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呢 你调整的时候也比较好调整 比较灵活 然后比较丰富 完全是按照你的想法 你的思路去走的 不会受任何东西的限制 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这个选完以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加粗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你一定要对这个对象呢 进行一个扩展 扩展以后呢 你再把它这个放大缩小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去变形的 然后从下面呢 这些就是你自己的去发挥想象的一些地方 然后之前老师有介绍过这个 插件 这个插件 然后你可以做这个圆角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当然你在这的时候你可以设置这个固定的一个半径 那么它拖动到已经度数的时候 它就不会变了 这样的话 你变换的这个圆角的大小呢 是一致的 可以做一些变形拉伸呀什么样的一些变形 这个是标准字的一个 自己变换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 当然你最后到后期的时候 你要放到这个格子里 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比例的标注的 你也可以这样的拖出这个参考线 然后看看 有没有对齐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 到下面这个部分呢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讲的这个反白 墨高和反白 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个 它在应用的时候呢 标准字在应用的时候呢 它会 嗯 有一定的一个组合 我们整个这个 基础外下 嗯 都是围绕着这个颜色进行的 那么在这个 标准字的时候呢 和logo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因为我们下角课主要是 嗯 根据这个 学院的特点 嗯 还有这个设计的要求呢 对它进行 嗯 以系列的颜色变化 主要是突出这个颜色的 当然你将你像这个位置 你可以完全可以拿掉它 这两个点你完全可以拿掉它 然后你放上这种 嗯 外移 外移 你在这儿有一个 对称 垂直90度 可以预览一下了 它的方向正好是变过去的 然后你复制一个 移动过来 在我们下角课做这个 嗯 标准色的配色的时候呢 然后它这块呢 就会发挥出作用 这样呢 整个的感觉也会 嗯 比较活跃 不是那么的死板 当然你说是 就是说你是一个培训机构也好 是一个娱乐也好 嗯 它需要的一种学习氛围呢 都不是一个特别 不是说不严谨 不是一个沉闷的 所以你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你要根据它这个特点去 根据它这个企业和机构 去进行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基尔课要讲的一些内容 然后下角课呢 我们开始讲它的一个 标准色的一个应用 然后具体我们看 是需要哪些颜色 对它进行一个设计 那这点课呢 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角课再见